各位基督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今天要報告我們總共今天有新增了 5個案例 其中4例為境外移入 那1例為本土案例 那4例境外移入的案例是從美國及法國 入境 那另外呢 我們新增了1位 就是我們的本土案例案934 案934呢 他寫實為案863 864 865 907 909 居910的家人 那他在開始是匡列 未案864 907 909 910的接觸者 那自1月19日進行居家隔離 那隔離期間曾接受5次的採檢 那結果都是陰性 那個案2月7日出現發燒 流鼻涕 等情形2月8日 自覺已無症狀 因為申請外出奔上 由衛生單位安排至醫院採檢 那以今日確診 那案934 指同住家人4人 先前以匡列為864的接觸者 且隔離期滿 但未求慎重 將延長4人居家隔離期間 至2月22日 那這個案934 我們就畫下來 大概大概就是家人 現在原來的這一 家人本來7人裡面有6人確診 那現在就總共有7人都確診 那 在 我們就是在北北桃區域 所轄的醫院 至2月10日起 回歸現行的陪探病的機制 那這樣維持就跟其他地方一樣 以前我們是禁止探病 現在就維持 就是那個陪病者1人 那探病的 應該是每一個 每天一個時段 那至多2名訪客為原則 那醫院當然是他們的情況可以予以調整 副長好 想請教關於今天這個案934 他是不是之前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說 有一個 大姑 就是他之前為了照顧907 才搬回 然後以期間跟907一起住的那一位 謝謝 跟907 兼照顧907的家屬 所以他們隔離期間就是兩位一起 一起隔離這樣子 對 他的照顧他 謝謝部長 不好意思 想請教一下今天公布的這個案934 他們當初一家人是有一起隔離 那1月19號開始隔離 那再想瞭解確認一下就是說他出現症狀跟 申請奔喪確診是不是已經進入他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他有沒有一些足跡需要再去匡列 再來的話就是因為剛剛說他是早期感染 那我們會推測他是在什麼時間或是他的接觸 感染源會是什麼 謝謝 基本上他都是在 不管是在居家隔離 隔離或在在醫院 在醫院裡面隔離 一開始第一個時間我們是請他在醫院裡面 隔離 因為那個 這個群聚非常的密集 那經過多次的採檢之後 都是陰性 就讓他回家再居家隔離 當然是講 所以他沒有到社區裡面來 那因為是在居家隔離中 那他要辦 他相關的家庭的後事 所以他就想要請假出來 所以經過我們的標準的程序 那就採檢 那也很意外的 是陽性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去辦他想要辦的事情 不好意思 所以他隔離的時間超過14天嗎 他確診的時間還在居家隔離 超超過很多 超過很多是不是 一次一次往後延嘛 我要說明一下 就是在1月19號因為案 864就開始隔離 那之後因為 案907 909 910 在1月29號再次再隔離 那之後 因為這個 這之後因為他就到醫院去 進行這個隔離 之後有在醫院裡面做了 3次的採檢 都陰性 然後才又回到家裡做隔離 所以一直都是在隔離的狀態 因為春節連假要開始 大家也都悶很久 迫不及待要出遊 想要問部長說 有關於春節防疫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提醒民眾的 謝謝部長 對 謝謝 那我想在春節前 也應該是要呼籲大家 那要 勤洗手 戴口罩 勤洗手 戴口罩 那 保持社交距離 別去人客人 總是你可以找到一個 你要看風景 也可以找到比較空曠的地方 不用那麼的急 那所以注意一下交通的訊息 那當然也要注意 自身的一個安全 不過對於防疫來講 我們覺得戴口罩 勤洗手還是一件非常的 事情 因為在外面 手摸來摸去 那如果沒有辦法馬上洗手 或是用我們的 清消的 這樣的一個消毒液的話 那就不要去摸 這個 口鼻眼 就要避開來 好 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解 呃